据说西域有一种刀规之术 可以永久改变人的容貌 列昂为了复仇 便离开了马贼王 并用刀规之术 将自己的容貌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潜藏在了霸千秋的身边 静静地等待第二次赌局 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 同时 他不但将 侥幸未死的加玛丽的妹妹飘飘 安排在了余香的身边 作为势必 自己还练成了风之沙城 最绝世的武功 来提升自己的功力 更是悟出了 加玛丽的歌声 可以让她在走火入魔的状态下 恢复长性的办法 我刚刚见到了马贼王 我跟他赌了一局 我只要接他一招不死 他便回答我一个问题 结果我赢了 你赢了 就凭你也能抵挡得了马贼王的一招 就凭我的一句话 我赢了 上死吧 你儿子 他没死 要是你的儿子死在萧金窝 任何人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取回尸体 证明真假 而你却对烈阳的死不闻不问 甚至还对萧金窝下达了 灭成实陷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你知道立阳没死 你灭掉萧金窝 不是为了报仇 而是为了终结立阳一生的噩梦 一个问题 你问吧 敌人杰 没想到马贼王也能栽在你的手上 你的头脑比马贼王更可怕 我倒是想要知道 你问了马贼王什么问题 我只是问了马贼王 这世上是否有一种武功 可以在炼成后让人失去长性 并且会让功力大增 有 据说守护风之沙城的夜鹰战士 他们练有一种奇怪的武功 每当运功之时 便会走火入魔长性全无 但是他们的功力却会倍增 这是夜鹰战士在战场上 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 才会使用的 所以修炼的人必须有死的觉悟 那修炼这种奇功的人 在走火入魔的时候 是否有可能 在听到某些歌声的情况下 便恢复人性呢 这就是为何每次敲尽窝有人被杀之后 都会听到加玛丽死前的歌声 原因也就是让杀人凶手 恢复长性 敌人杰 我不得不承认你是聪明决定 但是有些事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对 有些事情我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但凭我的所见所闻 我做出了一个假设 你想听听这个假设吗 我想 烈安跟加玛丽之前 是互相爱着对方的恋人 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马贼王不喜欢加玛丽 更不喜欢她当自己的儿媳妇 所以在七年之前 霸千秋以加玛丽作为赌注时 马贼王默许了这一切 否则霸千秋怎么可能在大漠里 举行如此灭绝人性的赌局 烈阳因为不敢反对马贼王的决定 便也参加了赌局 可惜的是 这个赌局最后的结果 是以霸千秋胜出而告终 加玛丽不想受辱 便自尽而亡 烈阳便通过了密道 进入了极乐大牢 盗走了加玛丽的尸体 并将她的尸体 存放在了密室内的水晶棺木之中 据说西域有一种刀规之术 可以永久改变人的容貌 烈阳为了复仇 便离开了马贼王 并用刀规之术 将自己的容貌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潜藏在了霸千秋的身边 静静地等待第二次赌局 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 同时 她不单将侥幸未死的 加玛丽的妹妹飘飘 安排在了余香的身边 作为士币 自己还练成了风之沙城 最绝世的武功 来提升自己的功力 更是悟出了 加玛丽的歌声 可以让她在走火入魔的状态下 恢复长性的办法 你认为我就是烈阳 没错 你就是烈阳 三天前死的 是你聘用的替身 你的替身 根本不知道会死在迪勒大王内 所以你以管事的身份 带着你的替身 和花飞花到天子一号房之后 你便利用了关大叔的枯井 也同时进入了天子一号房 斩下了你替身的头颅 并且在墙上留下了爪印 制造了夜莺大神杀人的假象 你为了保护这个密室不被发现 还杀死了熊大力 并将他的尸体 移尸到了天子一号房 如果我真的是烈阳 也练成了奇功 那为什么我不把七年前 参加赌局的人都杀死 而要在这装神弄鬼呢 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便是你想让七年前 参加赌局的人 都产生恐惧和恐慌 然后借用马贼王的手 将他们都杀死 并且让这萧金窝 彻底消失在世上 好 就算我是烈阳 我就是杀人凶手 那又如何 难道你要用你的法理律力 在大漠来审判我吗 法理律力只是用于失去良知的人 对你用不着审判 也用不着定罪 还有第二种可能性 你故意搬出风中复生 夜阴复仇的血咒 使得人心惶惶 你为的就是把 萧金窝的人都吓走 其实烈阳本身 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不想妄杀无辜 只不过这仇恨之火 将烈阳变得疯狂 其实马贼王早知道 你没有死 但是依然坚持 要毁掉萧金窝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他就是喜欢杀人 他一生就是以杀人为乐 多少无辜的人 都死在他手里 或许吧 但或许 他坚持为了毁了萧金窝 是为了帮你完成复仇计划 更是为了将你这七年的仇恨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现在已经是一切 已经快到日落的时辰了 萧金窝还有很多无辜的人 要阻止马贼王大开杀戒 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到 快点 好 快 快 都跟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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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上 快点 快把城门打开 马贼王说了出城门就死 这怎么出城啊 城门外躲藏的杀手 已经被大大赶走了 这是唯一的出路 你们先走吧 我还是想留下来 飘飘 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 把剑球还没有死 我跟他的仇还没有了 他已经被玉香重伤 不死也活不了 还是走吧 马贼王会随时赶到 还是赶紧上路吧 在那边 快 快 快 跑 站住 你们要干吗 这城门是用来抵挡马贼王的 你们谁也不能打开 你们想要活命 就跟我从城门离开 给我统统杀掉 一个不留 好